自从进入2022年 杨阳的资源就非常好 不仅跟各种类型的当红小花合作 而且每次口碑都不错 比如在《特战荣耀》中跟李一同合作 杨阳被称为全是军人最好的男人 甚至被称为天花板一样的存在 本以为《特战荣耀》已经让杨阳疯神了 没想到 且是天下开播 更是把杨阳送上了巅峰 《且是天下》是由杨阳和赵卢斯主演的 电视剧也是根据小说改编的 虽然剧情改动非常大 但两个人之间配合默契 让这部剧的原著粉还是挺满意的 大家觉得杨阳和赵卢斯配合默契 但赵卢斯自己却不这么觉得 赵卢斯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在采访中被问到 是如何一步步提升跟杨阳之间默契的 结果赵卢斯的回答 让很多CP粉的心瞬间凉了 赵卢斯表示 自己和杨阳之间毫无默契 直到电视剧拍完 两个人也一点默契都没有 经常在对视的时候 找不到对方的眼神 然后就会非常尴尬 对于这样的情况 赵卢斯也很无奈 说不明白问题出在哪里 虽然赵卢斯不明白问题在哪里 但是网友们却非常清楚 都在评论区发文表示 懂得都懂 听到赵卢斯这么想 这些网友觉得 他不是在说两个人没有默契 怎么听着像是撒糖呢 这样的感觉CP粉都懂 其实赵卢斯虽然说 他跟杨阳没有默契 但两人在私底下的关系还是很好的 两个人就像幼稚的小朋友 据赵卢斯说 杨阳的胜负欲非常小 每次赵卢斯用什么东西 杨阳一定要买一个比较大的 比如说赵卢斯为了凉快一点 买了一个比较大的风扇 杨阳看到之后买了一个更大的 风扇如此 水杯也是 赵卢斯买了一个水壶 杨阳就买了一个水桶 一定要赢过对方才算完 不得不说 杨阳这胜负欲太强了 很容易没媳妇的 不过 赵卢斯的这话也从侧面证明 他跟杨阳之前并不是毫无默契的 应该是有点什么东西的 或许就是因为害羞 或者是太熟悉了 才会出现无法对视的情况 这大概就是 且视天下想要达到的效果吧 说实话 虽然赵卢斯跟小说中的女主角有差距 但杨阳却完美诠释了男主角 所以还是值得一看的 大家觉得是不是呢 好了 本期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很感谢屏幕前的你能够看到这里 喜欢本视频的朋友们 欢迎在下方进行点赞 留言 订阅